荷兰的贸易大臣就讲话了 他说向国会致函考虑到国家 跟国际的安全 所以必须赶快控制晶片技术出口 可能这个方案 夏季之前就要公布了 那我们当然也知道 就美国如何对于日本 对于荷兰施压 你们不要再卖光刻机出口 到中国大陆去 当然大陆方面也严正的坚决反对 而且也已经向荷兰方提出交涉了 那但是现在ASML 那当然是当事者 他发表的声明了 那这个荷兰的业者就说 他们最先进的浸润式光刻机 受出口管制影响 出口管制涉及最先进的 进入式的深紫外光围影的DUV设备 他们强调这个新管制 并没有包含所有的进入式围影工具 而是所谓最先进的工具 但是又没有接到所谓的定义跟资讯 话讲成这样的话 就是让你觉得说 其实他们好像还是有一条活路的 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 是这样吗 老师 这个荷兰的光刻机的话呢 目前为止它技术有两种 一个叫做EUV 一个叫做DUV 一个就是深入的这个超紫外线光刻机 还有一个叫做极端的 就是extreme的这个超紫 那目前为止的话呢 这个EUV的话呢 是在属于就是说是不准出口的行列当中 那荷兰的这个商贸部部长做这个决定呢 我觉得他有几个假设 这几个假设其实都站不住脚了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 他会觉得说这个管制有效的话 意思就是说你中国自己搞不出来 这个他自己就这个假设这样子 但是这个心里我们心里都明白嘛 因为这个发展 这个比尔盖茨他就说过 你这样子的搞法 只会让中国这个弯道超车了 这个去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他自己做了一个区别的话 但你要了解像EUV这种生产的东西 他这种光刻机能卖给谁呀 人家公司生产卖给谁呀 墨西哥吗 就不可能去买这种东西嘛 但是他的顾客都是固定的嘛 是 他自己心里很明白 而且这最大的市场 就是说你如果不卖中国 你基本上的话呢 你那个何必在搞这个EUV呢 你基本上的话 你不卖的话呢那谁买呢 而且这样会不会让ASML说 我现在赶快卖吧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嘛 就是说你自己这个东西 这么先进的话呢 对不对 所以说跟着美国日本在搞这个 然后还有第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自己完完全全就是 他这个脑袋很僵化 认为自己这个科技上的优势 可以维持很长的距离 但是我最近就是发觉 因为我在台大有朋友 他们在被请到大陆去谈到这个量子计算机 量子这个设备 量子的这种电脑 或是这等等的 就是大陆现在 当然我不能够讲说 马上就会玩到超车 但是大陆现在激发了一种 就是科技业受到打压的这种情绪 当然了我不能够说是这个激发了非常 我不能够说它一定成功 但是大家呢应该要了解 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没有原子战的时候很多人包含前学生 三前 他们呢都是基于爱国的心理 把这事情都做出来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觉得说美国这个打压 现在大家会发觉 美国在科技上的打压 说不定是个好消息 是不是因为你原来的话 是觉得世界分工的话 他就懒得搞自己的 你现在的话 这一打压以后 他发觉从此西方国家 一点近来感都没有了 美国英国还有澳洲 别忘了就是这个AUKUS 三国的领袖下周宣布 这个协议为澳洲筹获核潜舰的进展 那么英国卫报有报道说 英国成功争取到了 为澳洲设计核潜舰了 这真是一个英国的好消息 然后还说澳洲的核潜舰 恐怕要等到2040年代才能够下水 那这个中间怎么办 怎么来填补 那就要靠美国的什么 维吉尼亚籍核潜舰 来填补他短期战力的缝隙了 所以意思是什么 所以意思是你看 拜登13号要在San Diego接待 澳大利亚跟英国的领导人 然后到时候就要什么 三个人又要再一次排排站给你看 告诉大家 我们紧密的合作 现在澳洲到底要对中国大陆方面 要采取什么态度呢 老师 我先看那个英国的首相 这么的喜悦的开心的 说哇我帮我们的造船厂的员工 的深入解决问题了 我觉得蛮讽刺的 这是一个这么大的军火耶 对不对 而且讲历史的话 你这个其实是不是违反NPT 核不扩散条约 是啊 我觉得是违反的 因为核不扩散条约就是说 你不可以把核子这个相关的武器 移招给 移转给 卖给 这些非核武的国家 那不是核子动力吗 那核子动力不是核弹头 OK 那核子技术一定只有坐在核弹头吗 武器的 那当然核子动力的这个潜见 这个一定就是武器嘛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违反 那你既然违反了这么严重的 国际上的公约 而且是美国那个时候当时主导的 你英国也是跟随的 英国大概 核子弹头有加近230到250 那结果你现在很高兴的是 我帮我的员工解决的问题了 所以这种 每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物啊 跟他自己的这个计算啊 都是非常的私心的 他不知道说这个对于 整个亚洲的安全的冲击 我也不赞成 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讲ABC 澳洲的这个ABC 今天他访问了陆克文 陆克文我看到的报道 陆克文马上要去华盛顿 做澳洲驻美国大使 他讲了一些东西 有一些我还蛮赞成的 他其实是非常担忧 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的提升 最后可能会出现冲突 他非常担心 但是呢他说 因为他现在做澳洲驻美国大使了 所以他居然对这个AUKUS 他说这个并没有 就是说违反 这个核不扩战条约 他也说 因为中国的海军不断的在增长 现在美国的报道说 至少340艘船船舰 是全国 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海军数量 所以呢澳洲也必须要提升 自己的防御能力 我觉得这根本在找理由 那跟你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那最严重的是他是说 中国大陆采取的是 No first use 也就是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 对 中国大陆核子武器 如果预照美国的解放军报告说 有400枚 但一般国际上认定 大概是350枚 所以因此呢 他说这个AUKUS 并不会成为 中国的核武的攻击目标 也就是这些潜见 那这就是整个都在找理由 那Albert他的首相呢 今天的回应 就媒体问他说 你是不是会逐渐的五艘 这个就是说 美国的动力潜线来 核动力潜线 那他说我不做评论 我也很怀疑美国是不是 真的能够有五艘 你哪里去找五艘 美国现在要做 要给这个乌克兰M1的坦克车 都还要新造的 如果这五艘可以新造 干脆不是帮澳洲去 去做了嘛 对不对 美国哪里挪出来这个五艘 那事实上 美国现在的的确确 接下来这五到十年 美国自己本身的军备 面临到严重的青黄不接 跟维修的问题 所以他哪里在这个时间点去帮 就是说澳洲去做这个东西 因此我觉得这整个 基本上就是 有那种大的是为了印太战略 把澳洲卷进来 有那种就是为解决自己的军工产业 选民的这种生计问题 有那种就是要合理化自己本身 其实是帮美国在做副警长 买这个违反MPT的这些核子动力潜舰 那当然是在针对谁 针对日本吗 针对菲律宾吗 当然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海军 但是呢他把它解释为 这个其实是对方的调 这个威胁增加 我们不得不回应 那同时呢也不会成为对方的 就是说这个攻击目标 这个逻辑就不对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是要回应 那怎么会不会成为 对张可能的攻击目标呢 所以整个这个逻辑 它完全都在自我自圆其说 但是呢我觉得实在是漏洞百出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